咖飘汁 这是我回到上海之后的第一期在我们工作室里面拍的视频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想做一点好玩的有意思的咖啡菜单的制作的视频 一键三连本视频开始我们今天的咖啡制作 由于小伙伴们你们在家里边可能制作咖啡的方式都不一样 所以说我今天就想展示一下用不同的器具来制作一杯你自己满意的咖啡 稍微等一下我把这杯咖啡做完了之后 我们先说一下法牙壶制作冰咖啡的一个方式 我先讲一讲法牙壶制作冰咖啡的两种方法 其实法牙壶是我认为在家里边操作最简单的一个器具之一 它不需要滤脂 倾斜非常方便 只需要把研磨好的咖啡粉放到法牙壶里边之后 然后冲泡就完成了 我们先用15克的咖啡豆 豆子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浅烘焙或者是中深烘焙都可以 因为法牙壶它是浸泡式萃取 萃取完之后需要金属网过滤 所以研磨度要比手冲要粗一点 这样才不容易产生那种渣渣的质感 首先我们将咖啡粉倒入壶中加入180毫升90度的热水 因为后边要加冰块 所以说浓度我做的比较浓一点是1比12 我们其实等待大概2-3分钟 搅拌一下咖啡粉让二氧化碳排出 最后我们在杯中加满冰块 把金属滤网放到法牙壶中滤出来 下压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小技巧 滤网我们不完全往下压 就放在咖啡粉的上层 这样我们过滤出来的咖啡它的液体又没有细粉 喝起来口感会更干净 最后倒入到杯中跟冰块稀释 一杯干净好喝的法牙壶的冰咖啡就制作完成了 另外我还可以用法牙壶制作冷脆的咖啡 比例我可以用1比13 用冷水浸泡咖啡粉放入到冰箱里边 第二天拿出来直接过滤 加冰块就可以直接堵堵堵起来了 然后接下来还有摩卡壶 摩卡壶可能很多人的家里边厨房都有 对不对 我估计不少人的家里边的摩卡壶都吃灰了吧 我们也可以尝试用摩卡壶来制作一杯夏天的冰咖啡 首先咖啡豆我建议用中深烘焙的 如果说你用的是浅烘焙的咖啡豆 我建议你要研磨的再细一点 做出来之后它才不容易有这种酸色感 但是我个人建议摩卡壶还是要用中深烘焙的咖啡豆 首先将研磨好的咖啡粉放到粉碗中 根据烘焙的深浅我们可以用13-15克都OK 使用100毫升的水也可以是常温也可以是热水 最后萃取出来咖啡的液体大概在70克左右 拧紧摩卡壶我们放在电桃炉或者煤气灶上小火加热 等待咖啡液体喷涌出来 做好的咖啡液我们不直接加冰块 我们进行外部降温 可以在不稀释咖啡浓度的情况下得到一杯冷的咖啡液 随后再加入冰块水或者是牛奶 这个口感喝起来非常不一样 今年夏天非常非常热 于是我们就尝试着做了做下边的冰咖三兄弟 为什么是三兄弟 因为他都可以用到espresso作为基底 只不过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制作方式来出品 首先制作浓缩咖啡我用18克的咖啡豆 1比2的萃取比例 然后萃取36克的咖啡液体 第一种方式我直接用浓缩咖啡倒入到雪克壶中 加入半杯冰块后雪克倒出 这样的冰咖它会有更多的气泡感 喝起来的时候它的口腔的触感非常的丰富 第二种方式就需要用到搅拌机 把制作好的浓缩咖啡和冰块同时加入到搅拌机里 高速旋转打出来带有泡沫的质感 也可以适当加一点蜂蜜 能够带出来黑咖啡更丰富的层次感 另外还有第三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我们去年已经给大家展示过 那我需要用到半自动咖啡机的蒸汽 把制作好的浓缩和冰块加入到拉花缸里 适当的加5到10克的蜂蜜 用蒸汽把咖啡和冰块进行一个融合 但是切记只要把冰块打融化就可以 不要加热 最后倒入到出品杯中 这种方法有一个缺点是它的泡沫分层比较快 所以说要尽快的喝 它的口感非常绵密 OK最后冰咖啡的菜单已经分享完毕了 那这些应该能够陪伴大家这整个夏天了 那最后大家记得一键三连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噢 中文字幕 李宗盛